或者是冷泡 冷泡也行 而且我第一次看到用蝶豆花的这个原汁来煮米饭 很特别 这个在马来西亚在国外 比如东南亚地区的话 大致上都会以蝶豆花来做染色体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放入电锅去煮了 好 那师姐其实呢很专业 达人就是达人 已经事先的为我们准备好了是吗 来 好 好 那我们接着就是要把米饭先盛起来 那等一下我们是要来炒料吗 我们现在先把我们前面的一些食材先来做一个处理 然后紧接着要来做来再炒的部分 然后现在我们先以小黄瓜为主 那这个食材来说 我们为了要让它能够装进去那个牛番茄里头 所以我们一定要切小块的切丁 这个食材偏南洋风有没有说特定的食材选择呢 基本上有的人就是会加 比如说你想要让你味道更有南洋风的感觉 你可以加一点咖喱 或者是椰奶 这都是比较偏南洋风的感觉 说到南洋风好像都比较会选择凤梨对不对 是 苏霞的部分一样是切丁 切丁 小块就可以 好 食材如果说切的刚刚好大小都很一致 口感上面也比较好是不是 是 而且在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红印松子按的部分 我们是有考量到让它色彩比较缤纷 嗯哼哼 有红色绿色 对 看他们两个在切哦 好像那种板的有没有 就是板的两个很多人在切菜很多人在洗菜 然后就觉得很热闹 树虾切完之后紧接着就是凤梨的部分 好凤梨 也是切丁吗 是的 好 那树虾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那个来代替的 树虾部分如果你也可以选择就是 以其他的一些塑料的部分来做做代替 例如就是像有蒟蒻的也可以 你喜欢有点QQ的感觉那又用蒟蒻也可以 对 或者是说我们不用树小我喜欢香菇 我喜欢杏鲍菇也可以 杏鲍菇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师姐我这样切OK吗 会不会 这样是非常好 我看一下 对对对 我们的镜丝哦 水准有达到了哦 都是你达人教的好 谢谢 我看今天切的丁满漂亮的满东整的 有进步了 那紧接着我们就是要来处理这个番茄的部分 那番茄要怎么处理呢 番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就是要留一个盖子 就这样子直接就是把它切 切下来 那牛番茄有什么特性呢 牛番茄来说它的口感 跟一般番茄比较特殊一点是它本身的脆度 比较高 然后再加上就是它里面的汁啊 就是它的果肉不会太太软 我们在不管是直接做成蔬菜汤啊 或者是直接生吃啊 都是最佳的一个选择 口感比较不一样 它比较扎实一点 是的 好那怎么样来处理牛番茄 接着就是说我们要把果肉啊部分啊 然后要把它把它挖掉 但是如果在取决的时候我们不好做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剪刀把旁边就里面的果肉 先破坏 纤维先破坏掉 然后再用汤子把它挖起来就可以了 这个是师姐试出来的哦 是 先把这个pepper跟诀窍交给大家 这样比较快 因为你如果用刀子的话怕危险伤到手 所以不同的食材要用不同的器具工具来使用它 所以牛番茄就是我们今天的红韵松子 是昂的器皿 对 我们希望今的一年大家都承载满满的红韵 然后就盛装着这样子 因为红韵嘛 红彩这个颜色 对 不同的都是好的都招感吉祥的 时间的关系呢 师姐呢也事先的帮我们先把这个牛番茄这个昂的部分呢 已经先处理好了哦 哇一颗一颗摆在一起很可爱 对 那这个数量也是看人数来取决吗 是的 因为我们现场来说准备了四颗 希望祝福大家的事事如意 同韵当头 哇 师姐设计的菜色都非常有巧思呢 嗯 过年期间大家都要喜气一点 希望新年都招感好的元气 好 好 那我们接着来说我们就先开锅 先热锅 先炒一下食材 先炒食材 其实香油跟一般的看你要放橄榄油或者是什么样油品都可以 选择好油是很重要的 让油来为我们的健康把关 要吃好油啦 对 我们第一个要先来炒什么 我们现在第一个我们先以凤梨下去下锅 嗯 嗯 因为我们要把它的汤汁啊先炒出来 嗯哼 香气香度先出来 嗯 需要一点时间 好 南洋风嘛 所以 嗯 凤梨就抢先的第一名 先下锅 他是第一名 嗯 那我们台湾的农作物质栽种都非常的棒 嗯 又营养 维他命C也高 他甜度又很高 对 不会像以前的那个凤梨啊 酸度比较高 那现在因为改良 还有一些农民非常的用心 所以现在的凤梨都非常的甜 那紧接着我们就来放下那个小黄瓜 小黄瓜 哇 黄色加绿色也是蛮美的一个颜色 而且你知道吗以前小时候啊 吃凤梨不能怎样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说嘴巴会破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哈哈 对吃凤梨都要吃得很小心 很小心翼翼的 对然后好像其实可以抹一些盐巴就可以了 才不会就是嘴巴会破掉 对对对 但现在的那个凤梨的甜度都非常的高 应该也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只是在切的时候要小心它的干净就可以了 对那紧接着我们就放下树虾 嗯 都是稍微拌炒就可以了 这颜色非常的漂亮 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希望除了好吃之外 嗯 它的整个的那个外相啊 色泽都是很鲜艳的 色香味 对 都要具备 还加上喜气 嗯 所以取这个名字 红韵松子昂 那紧接着我们就放下甜玉米咯 甜玉米 这个就是一般的玉米罐头 对玉米粒就可以了 好那也可以用新鲜的吗 也可以 对看个人 看个人的口感喜好 嗯 要炒到香气出来吗 对要让它的那个颜色色泽 比较亮 油亮的感觉之后 那紧接着再放下米饭 拌炒就可以 因为我们等一下用炒饭的方式 所以要让它的那个汁液 有没有 再缩干一点 嗯 师姐这些菜色跟食材的搭配 都是你怎么想出来的 嗯 都是希望第一个就是新年嘛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 取个吉祥寓意啊 所以就每个色泽啊 它的名字啊 嗯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食材啊 好不好料理啊 嗯 然后就是替大家就是做一个 客制化的一个规划 嗯 嗯 那接着我们就放一下米饭 嗯 再拌 嗯 嗯 其实做菜也是要有喜好 是 还有就是说 我觉得有时候达人他们的菜色出来 都觉得说 哎呦这个怎么想得到的 对 怎么会想得到 就像说用那个番茄牛番茄 来做一个昂的部分 就是一个包起来的气 浓气 又漂亮又好看又营养 因为像素食者来说 它可以有不同的一个色气 哇这个蓝色的米饭真的是太漂亮了 对 蝶豆花这样子一染 这个宝蓝色的这个米粒哦 好特别好出色 这个 就有层次的感染的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是那个万优胡椒盐 啊一个是那个黑胡椒 黑胡椒 希望就是口味喜欢重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用中和的 嗯 那吃起来会有层次感 以前我们都会只用一种胡椒粉 对 对 黑胡椒白胡椒 那师姐今天是搭配两种 是 希望大家在运用的过程当中 好 你吃起来口感是 味道是有沉适的 沉适 对 不是单一味 嗯哼 当中你就可以 关火 关火了 对 然后盐巴撒一些些 所以我们的调味是最后才放吗 对 因为它本身就有热度了 所以你就稍微一拌一拌就可以了 好 好 有些盐不适合太久是吗 对 所以我们就是大概拌炒一下就够了 提味 那里面的我们的米饭炒焦了 这样 对 其实这是一个炒饭的概念吗 嗯 对 有时候 你在炒的过程当中 你就是要注意它的火 好 然后接着我们就是 撒一点胡椒粉 嗯 两样一起 对 来一点黑胡椒 然后咸度跟香气呢 也是依个人喜好来调配跟搭配 好 使用的量自己斟酌 好 就是熄火之后呢 再把这些盐巴还有胡椒粉 调味料再上上去就行了 番茄要先帮师姐打开吗 是的 然后接着我们再把那个松子 接着倒下去 稍微拌一拌就可以 好 其实松子是熟的吗 熟的 已经熟的了 所以最后都已经是用拌炒 拌炒的方式 方式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试一下味道 好 来试味 好漂亮的颜色 宝蓝色跟黄色 绿色 红色 如何 这味道可以再加重一点 重一点 重一点 嗯 因为分量比较多 对 所以我们的量可以再加 我真的好期待喔 这个蝶豆花饭了 真的已经迫不及待了 加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香气 好 那我们准备来盛盘喔 可以了 要装到几分满 我们可以把它装到差不多 跟这个切面平型 切面平型的部分就可以了 可以盖起来就可以了 对 好 因为它还有盖子嘛 这每一颗红红的就觉得非常的喜气 而且打开不知道是什么颜色你知道吗 好 又有期待的那种感觉 好像送礼物一样 那如果说没有用牛番茄 可以用什么来代替 可以用那个彩椒 彩椒 彩椒的颜色有甜椒 水果甜椒 师姐你知道我刚刚一问之后 我想到什么吗 什么 大南瓜 这个也可以 那师姐这个我来试试看 这个 这个我来试试看 然后再来是什么更大的 凤梨 这也是可以 真的 对 或者是那个 哈密瓜 哈密瓜也是 哈密瓜也是 只要是 不会露出来的 对 有一个可以一个容器 像水果 里面把果肉挖起来 西瓜也可以 西瓜也可以 太好 所以天然的这些 我们的这个食材本身 它就是一个器皿 所以看你怎么去搭配 今天这个 红韵松子昂呢 不仅是事事如意 还五福临门 是的 好这样摆盘 哇我们今天的这个盘子呢 也跟我们的这个蝶朵花 泛的非常的相应 哇 师姐真的是非常的有设计感 好 那这一道红韵松子昂 就这样完成咯 就这样完成咯 很快的呢 师姐已经为我们示范完这个年菜 那最后师姐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我来先介绍第一道菜是 香雪莲花玉品根 第二道菜是那个 嘎巴茶 石井汤堡 然后第三道是 鸿韵松子昂 非常的丰盛 而且呢非常的简单 大家不仅呢 在家里呢也可以动手做做看 不是棉胃及奢华感哦 所以是很容易可以完成的 是的 那师姐呢 在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希望吗 公祝大家就是身体健康 然后诸事圆满 鼠来报吉祥 太好了 身体健康真的非常的重要 对 就像我们大师傅呢 海涛法师手中的 手推的素食的推广 对生命的保护也非常的重要 对人体的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 所以呢往后一定要持续的 关注我们的 舒食达人制的节目 那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呢 在生命电视台 在脸书跟YouTube都可以看得到哦 我们一起打个广告咯 好一定要关注一下哦 好了 那么今天的这个 舒食达人制 舒服好料理 就这样我们圆满成功咯 大家再见咯 谢谢你的收看咯 也谢谢余儒师姐 谢谢 谢谢 阿弥陀佛 新年快乐 谢谢 新年快乐 3 2 1 卡 师姐我想吃这个可以吗 好 试试看 试试看 但好久哦 我平常看看 我来吃试看 期待很久了 我喜欢吃这个腰果 我喜欢吃这个天背 嗯 这也是赶快赶很久了 超丰盛又美味 好漂亮 你看莲花 祈愿诸佛齐加倍 慈悲光爱度送身 生命弘法大道场 时时与您相伴随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打开生命电视 你就在道场里面 因为我们叫 生命电视大道场 这个大道场在干嘛 慈悲所有的生命 放生 施食 操舵 弘扬佛法 鼓励天神 发菩提心 求三宝加持 所以愿各位 随时打开生命电视台 进入生命大道场